很多开电动汽车的网友一到冬天就犯起了续航里程焦虑症 机位越低电池就越不耐用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电池低温下性能衰减呢 要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还是拆开一辆电动汽车 观察底盘上的电池箱 发现里面每个模组都塞满了圆柱状的充电锂电池 目测有七八千节 这些电池可产生300多伏的输出电压 它的正极是锂的化合物 负极是碳 中间有一层可通过锂离子 但不能通过电子的隔膜 并充满了电解质 充电时锂离子从正极材料的金格脱出 经电解质溶解传道 穿过隔膜嵌入到负极材料的金格里 放电时锂离子又原路跑回来 电池在正常温度下 这一充放电过程十分顺畅 电池组性能正常 但气温降到零下二三十度 电解质就变得十分粘稠 甚至凝结 导致锂离子传导阻力增大 充电时很难嵌入到负极的金格里 于是从材料表面得到电子 还原成白色的金属锂沉积下来 被称为锡锂 这使得负极嵌入离子的能力降低 导致电池快充容量减小 虽然看似充满了 但实际是虚电 另外气温从零度每下降十度 电池内组就会增大约15% 因此低温中增大电门 会让电池的输出电压大幅拉低 造成电机出力不足 所以低温下的电池充不保又放不出 到了冬天就不堪一用 为此很多厂家给电池模组 插入电阻发热板或发热膜 用电池供电来加热自己 但这些组件不仅占据电池包的空间 还不同程度的存在电池受热不均 和升温较慢的问题 升温速度通常只有大约每分钟一度 为此有一些工程师脑洞大开 他们将一个IGBT模块 连接在电池组和电动机之间 其功能就是一个用电压信号控制的开关 从电器符号看 IGBT有门级、急电级和发射级 当门级有控制电压时 另外两级就会导通 从电池向电机供电 控制电压消失 IGBT就断开 让电动机的定子线圈产生自感电流 又从回路冲回电池里 使电池在这次充放电中 靠内阻释放出焦耳热 而重复这个过程 就需要电池管理系统向IGBT发送PWM方波电压信号 控制IGBT向电动机脉冲送电 同时 定子的自感电流脉冲的冲回电池 使电池以每秒几千到几十万次的频率冲放电 靠低温时的大内阻快速发热 同时 胶变的电流还造成锂离子在电极间反复横跳 减小了负极材料嵌入的负荷 消除了吸力隐患 实现了安全性和寿命无损的自我加热 升温速度最快更是能达到每分钟4摄氏度 远快于传统加热方式 这就是高频脉冲加热技术 采用该技术的电动车只用了5分钟 电池包就从零下30度升温到零下10度的正常工作工况 电池温度适宜内阻较小 严寒中提速爬坡动力强劲 在东北使用十分得劲 对 对 感谢观看